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在一起做美食 有的在一起玩乐器 还有的在一起豆茶饮酒 可今天这一家人挺特别的 周末在一起聚会 打开灶火没有架上锅 而是点燃一大堆这种东西 这是要干什么呢 点好后每人发一个 年轻的在烤 老年人在烤 连小孩子也在烤 有的拿着他烤眼睛 有的对着胳膊烤 有的对着腿烤 有的在帮着别人烤 这是他们家坚持多年的一种独特的办法 保健方式 他们都觉得因此而受益 这有那么神奇吗 不打针不吃药 用这个东西烤烤就那么有用 凑近一看 这不就是中国老百姓很熟悉的艾条吗 再仔细一看 好像又不是 比艾条看上去粗不少 不分第一件厂户 你随时随时都可以做 好多挺好的 真的是好的 你看我呢 我都83岁了 让我这么多精神啊 说话呀 那些都在好 他们都说 你七十一岁 你是不是吃了啥子 保健皮做了 没用啊 你脸上粽子都没掉 像上下都没掉 我说我确实没有 都是一个女后酒啊 原来还就是一种酒 不过 为什么要在酒的前面 加上雷火两个字呢 雷火酒都说 比喻 治病的时候他的小国像雷火那么猛 得到的小国像雷神那样的灵灵 这位老人名叫赵石碧 他就是这种雷火酒的第四代传人 雷火酒 起源于明朝 在李石珍柱的本草岗墓中 被称为雷火神针 雷火神针呢 用一定的药组成像火炮那么粗 然后拿布包着 借住皮肤内做治疗 它可以 过去叫印度 现在叫骨结黑 让它能治这样的碗季 雷火神针是一种传统的石碗酒法 把多种药物和艾荣混合在一起做成粗柱 点燃之后包上七至九层布 对准患处直接按上去 因为挣扎的感觉 但是它那个挣扎感觉粒黑的时候 这个脖子已经是快烧断了 哎 这不行了 你都掌握不好 慢慢就说是很容易发生疼伤 这是一种用于骨壳顽疾效果很好的疗法 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医者很难掌握的疗法 难得你那个不易包上去 如果烧穿了 你要帮别人造成伤害 那个包厚了 你的温度又穿不到 既要保留雷火神针的疗效 又要避免雷火神针带给患者的伤害 赵石碧的祖父想到 把雷火神针加大药量做得再粗一些 不再接触皮肤 而是悬空久 而到了赵石碧这一代 它把药物配方也做了改进 目的都是要增加它的温度 温度提高了它才有渗透力 它才容易解消 赵石碧日常保健 就是用它自己改进后的这种雷火酒 而做的最多的就是用它来九眼睛 只要一开中到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的眼睛的话可以说是 也不冤死 也不紧死 真的能把势力保护的那么好吗 毕竟赵老师也是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了 它为了让我们相信它的话 拿来了针和线 哎 我穿上了 你看哈 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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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吧 七十八岁的年龄耳聪目明 赵石碧认为雷火酒功不可没 他让家里人都要用它来保护眼睛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眼科 每天都有不少人排队来做雷火酒 难道他们也是来治疗老花眼或者是近视眼的 有肝色症 你就觉得眼睛里头老磨的话 有时候还跟那个针尖往那划一下 眼睛肝疗跟刺刷的一样 眼睛睁不开 眼睛就是离得肝 眼睛里边就好像 就是觉得缺水一样的那种感觉 肝 肝 肝 好像都是来治疗眼睛肝色的 肝眼症是一个现在得病率非常高 而且这个人群是非常大 而且越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现代人患肝眼症的原因 其实我们心知肚明 在清华博士画的漫画中 我们不难找到自己的身影 小时就是其中的一员 只要一有空就看 坐哪儿 没事儿 然后就翻手机 浏览一下朋友圈 睡觉之前 要躺着再看一会儿 就是天天都不理手机 说起来看手机只是小时用眼的一部分 周末的时间他往往这样打发 看电视看的比较凶 比较喜欢看综艺节目 还有一些古装剧 如果说手机和电视 占据了小时的休闲时光 那电脑就是他工作中 形影不离的伙伴 一定一上午 一定一下午或者一个晚上 因为有些工作比较繁琐 你一盯电脑就要盯到五点 就是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这又不定的 除了睡觉以外 小时的眼睛 被手机电视电脑轮番的占据着 这对于他来说 只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 但是前一段时间 小时突然觉得眼睛有些不正常了 看到那个屏幕之后 你就觉得眼睛就开始不舒服 你就想不停地眨眼睛 过度地消费了他的眼睛的功能 达到一个早摔状态 导致这种不能正常的气血运行 功能就会受影响 他 出红火的那个烧的温度是240度 用这么强的火力去烤 平常我们烧的水沸腾后 只有100摄氏度 水都会蒸发 烧红的雷火酒 火头温度高达240摄氏度 那么高的温度去治干眼症 那不是越烤越干吗 我说本来眼睛就干 你再给我烤 我说这不是更干上加干 感觉水就少 火再一烤就觉得是不是没水了 虽然对用雷火酒治干眼症 心有疑虑 但是没有别的好的疗法的情况下 他们都同意试一试 医生用雷火酒 对着患者的额头 久了几下 然后是久眼眶 接下来 分别酒了两只耳朵 最后在对着虎口的位置烤了烤 那个热量好像有点渗进去的那种感觉 好像就是比较深 不是停留在皮肤表面的那种 雷火酒那么高的温度 能把皮肤烤得热乎 这没什么奇怪的 只是这样烤眼睛 对干眼症真的会有帮助吗 头一次来做这个感觉很舒服的 眼睛不是那么干了 感觉这个眼睛里边 就是觉得是有点凉凉的 好像有东西分泌出来一样 湿润的 不像原来干的嘛 都是刚做完就感觉眼睛湿润了不少 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 立竿见影呢 我们的记者也觉得自己有干眼症的症状 忍不住想要试一试 只要做过了第一次雷火酒治疗 大部分干眼症的患者似乎都上了瘾 疗程做完了 之后我还想让那个大夫再给我开几次疗程 也没有说像以前我看一会儿就特别难受 我觉得自己的症状是比以前缓解多了 这下大家的顾虑打消了 原来雷火酒迅猛的火力并不会把干眼症变得更干 但是他又怎么会把干干的眼睛烤出水分来的呢 他能够那么快 你要单靠一个热能可能是达不到了 我觉得跟药有关系 这么说来立竿见影的疗效背后是有秘密的 我们在雷火酒的生产车间看到一百多年过去了 雷火酒依然是这样一根一根用手工的方法制作出来的 这些是我们熟悉的艾草 这些在敲打过程中散发出一股神秘的香味 应该就是于医生说的那些药 它的药里都是成分有四香 我们说的木香 橙香 乳香 还有个色香 这几个都是新温药 它是主要的 干姜也是个热的 与医生还说 雷火酒除了疗效显著 操作起来也很方便 自己在家也能做 这不 雷火酒的第五代传人张力 就准备教给我们治疗干眼症的方法 点燃一根雷火酒 把火头吹红 距离皮肤三到五米 对着额头横向左右走十次 然后在上眼眶下眼眶左右移动也是走十次 这样做是促进眼眶周围血液循环 接下来是点穴 对准穴位 手像鸡灼米一样点 注意距离避免烫伤 第一个穴位是我们在两眉间的中间叫做印糖穴 刺激它能明目通鼻 宁心安神 点九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穴位是鱼腰穴 这个穴位是防止眼部疾病的药穴 很好找就在眉毛的中心点 两边各点九下 然后是四白穴 眼睛正是前方 在我们瞳孔的正下方 下眼眶下眼有一个凹陷处 就是四白穴 这个穴位有趋风明目通筋活络的作用 同样也是两边各点九下 接下来是精明穴 精明穴位于眼部内侧 内眼角稍上方的凹陷处 刺激这个穴位能缓解眼睛疲劳 预防眼部疾病 两边各点九下 最后一个眼部穴位是童子疗穴 童子疗穴在眼睛外侧一厘米处 刺激它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治疗常见的眼部疾病 还可以去除眼角皱纹 也是两边各点九次 接下来是九耳朵 先在耳朵上面转圈九 这叫回旋九法九十次 耳朵就像倒置的胎儿 它是人体的全膝缩影 耳垂相当于面部 保护眼睛的点就在耳垂上 所以对准耳垂也点九次 最后再在两只手上的颌骨穴上 顺时针转十次 中医有句话叫面口合骨收 头面部的问题都不要忘记这个穴位 也是各点九次 这会儿您一定会觉得眼睛舒服了不少 九法是中医疗法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疗法 在医学入门这部书中就提到 说要之不及真之不到必须久之 这个九字是形生字 上面是九下面是火 这个九的意思是长时间 火的意思是烧灼 这个酒与火联合起来 就是长时间用火来烧灼 中医就是通过点燃药物对准穴位 来灼烤起到书经通落 调和器械达到治病的效用 您看看我手里边现在拿着的 这边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普通的艾条 那么这边这个红色的它就是雷火酒了 这个雷火酒的粗细我们和这个艾条对比一下 你看这个雷火酒差不多是这个普通艾条的两倍了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里边的这个绒的颜色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雷火酒的这个颜色要深一些 这是因为雷火酒里面加入了一些特殊的药物 就是这两点让雷火酒的渗透力更强火力更大 而要说到这个雷火酒火力大 很多人啊就是因为这一点而离不开雷火酒了 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 就夏天我都觉得动腿动脚 从前就怕凉了这样的体质 这种体质让人吃尽苦头 这样酒 这样烤 凭借威猛的火力雷火酒能否帮到它 云南白药提醒您 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华医药 燃烧吧雷火酒 在沈阳市中医院真酒科的治疗室里 每天都有很多人预约到这里接受雷火酒的治疗 我觉得怕冷 这个冷特别难受 就夏天我都觉得动腿动脚 我现在觉得好多 从小就怕凉这样的体质 现在一坐上把感觉叶火的 墨里山头的感觉 就从腰就感觉叶火的 直接就绿水水倒脚了 手脚现在都是热的 总体上来讲我们就是受寒气比较多 北方叫寒冰 在中国提到寒冷两个字 一定会想到我们的东北地区 沈阳位于东北三省中辽宁省的中部 年平均气温低于10摄氏度 中心城区极端最低气温在零下33摄氏度左右 天气的寒冷 让这里的人也常常觉得自己是寒冷的 而所患的疾病也有不少与气候有关 从小就怕冷的河女士就吃过这严寒的苦 河女士从年轻时就开始四处打拼 后来在沈阳经营食材 好不容易生意步入了正轨 就在她觉得自己可以慢慢歇下来的时候 突然疼痛找上了门 河女士在给我们演示 她当时变成步履蹒跚的老太太的样子 比老太太还难看啊 就老是卷个屁股这样的 腰就直不起来 总是这么这么扶的得走 就是这地方疼嘛 就这么扶的走的 哎呀下个楼别提了干嘛就下不了 即使腰直不起来 一贯浩墙的河女士也没有上医院 而是悄悄的自己找寻各种办法 买的太高了 整个的后备户上 哎妈 户了两天 都没打一点不管用 还有这个 针灸治疗仪 这个也是 也弄了也不合适 还有这个 这腰垫子可没上来 看看 一个一个的 这就是咱们自咬的 哎呦我的天啊 还有更来气的是 我花钱花了一万多块钱 你睡了也没感觉好 钱没上花 腰依然直不起来 不但直不起来 还有添了一个症状 疼 哎呀白天晚上疼疼得睡不着觉啊 晚上就是那时候我住的是个四五楼 比赛还搞一次 是个五楼 我都想从那楼上跳下去的事情都有 直到这时 河女士才让家人把她送到医院做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 腰椎肩盘突出症 大夫说的 你要是不做手术啊 那可严重了 后果呢 那不堪设想 就这么说 肯定是得贪 有没做好的 因为这种手术的成功率 谁都不按保证 看到现在自己走来做治疗的河女士 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 这就是两年前在拒绝手术后 被家人抬到这里做保守治疗的那个河女士 我原来就是怕冷 我没得病之前 我搜胶可怜 我今天一不感觉冷 我都感觉到我 怕冷 是河女士常挂在嘴边的话 李医生认为 河女士的病 跟她的怕冷 有分不开的关系 找到了原因 马上进行治疗 原来就是用雷火酒 对着腰这么久呀 看上去就是用雷火酒对着腰画圈 其实酒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穴位是在肚脉上面 是在腰阳关 是一个后生线上的一个穴位 咱们所做的手法呢 是集中在膀胱筋车上 把这个膀胱筋的寒湿去掉 腰阳关是在我们第四腰椎急凸下的凹陷处 刺激这个穴位 对腰底疼痛下肢尾壁有帮助 做完手法治疗后 医生用一个装着雷火酒的酒盒 给她放在后腰上 每次三十分钟 第一次做和第二次做 我都没做够 告诉医生 哎呀你不能给我拿起来 再让我多做一会儿吧 盒子放在腰上 热乎乎的确实很舒服 除此之外 何女士还有一种特殊的感受 回到家里 何女士的儿子从医生那儿学会了这一招 也是把雷火酒点燃放进爱酒盒 然后照样放在妈妈的后腰上 但是做完把盒拿开的时候 她发现妈妈的后腰上有些东西 看到那滩水 何女士的儿子感到很奇怪 但李医生却认为是好现象 去掉了寒湿 相当于我们把大路打开了 然后再做一个温补 和进一步的通过的作用 从那以后 何女士每天做 家里雷火酒的盒子用了一大堆 挺有依赖心的 你要说谁说不要我做这个 我能好谁记忆 然后慢慢地 逐渐的那个水就越来越少 那个水少 我也感觉疼痛就清了 疼痛清了 到时候坐在腰上 那个没有水了也干了 我也能下地了也起来了 因为它治疗的效果比较好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疗法 寒症的痛症 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再一个就是 女同志这种湿气比较症的不敏 然后夏天紫外线不敏 包括一些顽固的那种湿疹 都可以迎接救药的治疗 寒湿 寒症 虚寒 从头到脚都可以 难怪有九头面部的 有九脖子的 有九腰背部的 有九腿的 原来寒湿导致的病症 都可以用到它 吃完以后啊 这个嘴就麻木脏 完了还跳嘴外 完了我经过针灸喝酒疗的话 两三回 我就觉得挺好 轻松 嘴也不那么紧了 我之前吧 就是关键炎 还有点疯痴 我做完之后 我觉得我这个不那么怕冷了 这是个明显的改善 疼痛也减轻 舒服 你看我满脸大汗 我做完特别有精神讨厂 我觉得做这个 就片头上 也得了好多年 去了好多地方 觉得这个还挺有效 这个 冰空减轻的 觉得这个 救疗很神奇 现在的何女士活动自如 完全看不出 曾经是一位 瘫痪在床的患者 而这两年的冬天 依然在东北沈阳 她似乎觉得天气 也没原来那么冷了 现在是的 不怎么那么怕冷的 你看现在一出去 那帽子大微波 现在 今年冬天 我都没戴帽子 所以 这些冷的 就赶紧就挺了 就好像里边 她身体里边 不是那么寒寒气都出来了 药痴尖盘突出症 大家都不陌生 通常我们认为 是长期不良的 站坐姿势 过度劳累 或者是动作失控 等等 这样一些原因导致的 但是中医认为啊 受寒受湿 也会导致 椎尖盘突出 叫做寒湿型 腰椎尖盘突出症 它是由于寒湿之邪 侵入肌肉 关节 经络 寒血凝滞 组织经络 导致气血运行不畅 所致的 何女士说她 从小就住在潮湿的平房 长大之后啊 一到阴雨天 这个腿的关节 就会疼 寒湿 其实就是她 治病的主要原因 在《素问调经论》 这部书里边 就说到了 说气血者 喜温而勿寒 寒则气而不行 温则消而去之 这意思啊就是说 身体内啊 这个寒气重 气血运行就不通畅 就像河里的水 冻成了冰之后 就冻不了了 身体里的这个气血 如果凝制 还不是动不了那么简单 它还会引起疼痛 中医说了嘛 痛则不通 通则不通 那要想解除病痛 就得让它动起来 就得去温暖它 所以啊 这种寒湿型 腰椎尖盘突出症 就是要从 散寒除湿 温经通落方面 来进行治疗 前面啊 在治疗干眼症的时候 专家提到了 说雷火酒的一大特点啊 就是火力猛 它的温度最高 能够达到240摄氏度 那么热的雷火酒 对准了河女士的腰 烤出了一滩一滩的水 把不通的地方啊烤通了 这个疼痛也就自然消失了 河女士是见识了雷火酒的火力了 而有一位朋友感受到了雷火酒的另一种力量 当时天比较凉 我吃完饭后呢 胃很疼 张力老师呢 进行现场演示 那么我就把手伸过去 张力老师呢 在我的这个手指十指冲 坐了几下几秒钟 然后我突然就感觉到我的胃啊 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然后那种静暖性的疼痛一下子就缓解了 张燕萍是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儿科医生 她是在2011年一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的雷火酒技术讲座上 认识雷火酒第五代传人张力的 那次张力用手法迅速为她止住胃痛的经历 给了她很大的启示 然后我就想就是说成人疗效这么好 那么做到孩子身上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面对不爱吃饭的孩子 妈妈总有的烦恼 医生的疗法也是给孩子做做雷火酒 雷火酒能不能帮助孩子打开胃口 在儿科施展身手 云南白药提醒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华医药燃烧吧 雷火酒 小孩怕打针不爱吃药 这是儿科医生很头疼的问题 而这位名叫果果的小朋友不但不爱吃药 连饭都不爱吃 不愿意吃饭 因为吃了就努力了 做什么吃的吧 吃一点就是饱了 雷火酒 果果从小体弱 再加上不爱吃饭 妈妈看在眼里 愁在心里 因为过于瘦小 果果还多了个小名 叫小豆芽 为了让这小豆芽长肉 妈妈没少想办法 当无计可施的果果妈 找到张医生的时候 张医生拿出雷火酒 说给果果试一下 这种外治疗法 但是当看见张医生 点燃了雷火酒 用红红的火头 对着果果的小肚皮 一下下的画圈 果果妈又不禁担心了起来 观察了一会儿 果果妈倒是不担心医生 会烫着孩子了 但是心里对这种疗法 还是有疑虑 看上去 医生只是拿着雷火酒 简简单单的在果果肚子上画圈 在小腿上画圈 这其实是在酒孩子身上的开胃开关 中管穴 它能够健体和胃 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这样的话就能够增加食欲 那么神穴穴和官员穴 是强身健体穴 是宝尖穴 那么这两个穴位能够温补 披肾阳气 猪三里也是强身健体穴 可以健体穴器增加食欲 促进胃肠不能蠕动 接着 张医生把装了雷火酒的盒 摆在了果果的肚子上 宝宝真乖 用温灸盒 对刚才说的三个穴位 进行摆震治疗 大概是治疗15分钟左右 让雷火酒的热力呢 再持续一小段时间 另一个目的是让雷火酒的药物 慢慢的渗透皮肤达到治疗作用 宝贝啊 现在觉得烫不烫啊 觉得烫 觉得烫啊 那阿姨就给你垫一下啊 阿姨看一下啊 不能让宝宝烫着是不是啊 这样的还烫吗 不烫了 不烫了 那阿姨给盖好行不行啊 我不动 你不动 你最棒了 不动 治疗时间倒是不长 不到20分钟 全部结束了 第一次治疗结束 果果回家 吃了比往常多一点的东西 正常情况下 就得有发烯了 后面又是吐了 后面又是张肚了 看来这种没有痛苦的疗法 值得继续尝试 在第五次治疗结束的那一天 让果果妈惊奇的一幕出现了 可是果果的状况似乎比张医生预计的还要好 第一个疗程结束时 果果妈就已经喜出望外了 中医认为皮主运化转输 为主受纳 为与皮一纳一韵 互相配合 才能完成消化吸收输送营养的功能 如果皮的阳气不足 就会影响胃的功能 就会出现食欲不振 厌食 消化不良的症状 皮的特点是 洗造物师 得阳则孕 温暖 中腕 神雀 官员和足三里 提升皮的阳气 有了动力 消化和孕化功能好了 就会想吃饭了 香不香 好吃吗 好吃 这些饭基本上 这些菜都能吃到一半 一手半吧 不能全吃 这萝卜条他也越吃 以前萝卜都不越吃 看来 果果的胃口 真的打开了 说来好笑 现在果果妈 又有了新的担忧 现在家里都已经藏起来 必须藏起来 要不然 他就发现 他就想吃掉 现在是不是吃得多 你又开始担心了 有担心他吃太多 他变成胖了 这是最代理 发变成胖了 从2013年到现在 雷火酒已经成为这里儿科 一个重要而又受欢迎的疗法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雷火酒 什么感觉啊 舒服的感觉 吃完以后肚子不疼了 也不拿肚了 就是效果特别好 以前白天躺清 比一天晚上堵 白天也堵 现在呢 白天也不堵了 晚上也不用山药了 见效快 是雷火酒最初吸引张医生的地方 接触时间长了 他发现雷火酒原来那么好用 特别常见的小儿咽尸症 遗尿症 各种腹痛 像长期末里发解炎 急慢性的胃肠炎 十二肠炎 还有这个小窝刀溃 疗效都是很好的 其他的 那比如这个小儿咳喘类的疾病呢 这个应用范围是很广的 肺炎呢 窒息管 连效反都很好用 另外呢 你比如令人头疼的臭动症 疗效也是很肯定的 对于雷火酒的悠长 赵石碧自己是最了解的 几十年来 他一直在用雷火酒给患者做治疗 而他自己从头到脚的保健 都离不开这支雷火酒 我的眼睛 颌部 耳朵 甚至后面的筋部 筋部一组 他的大脑工学都好 都胃是喜欢热的 经常无胃 各个大关节 各个宽关节你注意一下 膝关节注意一下 两个怀关节注意一下 全身齐血都痛了 对到免疫力气缸 你免疫力气缸 你不容易侵犯 身体也就健康 赵石碧是个闲不住的人 这一大堆的竹具 都是他亲手设计鼓道出来的 您能看出都是做什么用的吗 这个大盒子又是怎么用的呢 还有这个像大喇叭一样的东西 他像军中一样 他可以在血液上发挥固定的质量 比如说我们初次血 我们靠在里 我们靠 那个上心血 都靠在里 靠在里 靠在里 背后血 都靠在里 你都可以 手都不动他 他也不少头发 这个三眼 样子也很特别 这个他耳朵是堆足 鸡足 堆足鸡足 这两个头都是堆足 鸡足两车的书血 比如说肥书血 皮书血 干书血 神书血 他一下拿下来 都生在里 左边直辣 尤其是右边 两边的血液都变了 原来这些都是出于 为患者和医者考虑 而设计的各种雷火酒治疗器具 从这些物件里 我们能读出老人的一片心意 百分之九十九里医院里头 没得救 只有认真 所以我觉得的话 它有那么好的治病效果 那么那个酒 丢了很多科学了吗 我这个人 不但是要研究这个酒 只能拿起疾病 还要把那个配方 还要进一本零酒 把它搞得更好 这是我的理想 记得2009年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 以抢救性的挖掘 散落在民间中 有效的单方艳方 中医药安全有效的特色疗法 为目的的性灵寻宝活动中 雷火酒脱颖而出 这些年 它以显著的临床疗效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 很多的观众 看完节目之后 也在打听它 但是在这儿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注意 如果您要用雷火酒的话 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操作 而且在这需要强调的是 这个雷火酒 只有在正规医院 才能够买得到 如果要是通过其他渠道 买了假的雷火酒 不光没有疗效 还会对身体有害 好了观众朋友 这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